9月30号版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 习近平、李克强、张德江、刘云山、王岐山、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与1100多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共和国华诞 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祝贺 向港澳同胞、台湾同胞和海外同胞 中外宾棚举杯共和新中国成立66周年 共驻中国有班中门负责人 各民主党派、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五党派人士代表 北京市负责人、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 在京的部分香港特区人士、澳门特区人士、台湾同胞和华人华侨代表 在华访问的部分外宾、国际知名人士、各国驻华使节 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、部分外国专家和配偶也出席了招待会